而且据说据我听说就是在录制之前 我们六号姐姐今天来到我们爱的选择的舞台上 她是人生第一次穿裙子 第一次穿裙子 人生第一次穿裙子 那你之前都穿傻全裤子 三十多年的婚姻带给我们六号姐姐的 就是很繁琐的家务生活这样的重担 为什么一直是穿着裤子不穿裙子 她那个穿着裙子不适合生产 你干活干不了 我对 啥都弄不方便呢 我曾经也做过买卖 整个也整个买卖 巨大的买卖也做过钢材市场 不适合穿裙子 曾经一个女人 就是曾经一个女人把自己的 全是我在主持着这整个这个 这三十年的 其实我觉得咱们 最后把我熬到这两个事里做 我和这几个姐姐都比姐姐都老 自己都对不起我自己 活得太累 我现在就知道一点健康是最主要的 别的 对呀 别的都是 那你说这个对了 就像我们其他的 你这几位姐姐们一样人说了 说活着的时候 合计活着的事吧 对对对 别合计以后的事了 健康是以期于全是零 我一定要替六号姐姐说一件事 其实她是一个特别适合当媳妇的人 真事 为啥 因为她的爱人之前的爱人啊 是她的初恋 她说她三十多年是带着崇拜的感觉 是跟她过日子的 其实刚才六姐在台下跟握着文文的手 说了半天 其实我来爱的选择是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 因为她觉得她之前跟她三十多年的爱人 非常相爱 只是因为对方子女这样的一个干扰 可能没有一个很完美的结局 至于是合葬也好 还是说大家出的主意是海葬也好 其实她在寻找一个真爱 在这个舞台上 要对方给她的一个承诺和一个安全感官 文文说的太对了 我不希望就是把儿女培养成 最后把就是干涉老年人再婚 最后达到就是说 用非正常的手段 不是抢淫 不是孝敬老淫 而是在抢淫 您自己有没有一个感觉 其实这是挺现实的问题 等到有一天 咱老的走无动道的时候 可能你身边的这个老伴都决定不了 你到底应该怎么样 还得是你儿女能管 那个时候你做不了自己 最低马 你得把老伴这个生活事 得给安排好 我现在我是跟我说话 前一问我 我告诉他 我说儿长 你不用考虑我 你把你妈你能照好就不错了 不是我给你减轻压力 我说我后半生我自己 不行那天我会上信仰院就走了 我走不动那天我就上信仰院了 带好老伴可以走上信仰院 把资产一变卖 公司卡也拿我那一交 我退休金 加上带往里取点钱也够了 信仰院一个人也就是 在那地区三千多块钱 你看每个人对自己的 也就差不多 老的走不动的时候 都有一定的规划和计划了 其实这个幸福的人差不多 不幸的人这是千千万 各有各的不幸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今天大家都能勇敢地 站到我们爱的选择的舞台之上 我觉得从此刻起 就应该做出一些改变 对 这就是来追求幸福了 没错 那么至于你未来的另一半 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你可能自己会有一个规划 当然也要看命运的安排 看原来 我们来看看我们本场男嘉宾 他对自己另一半 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我对另一半没有什么要求 年龄跟我相仿 通情达理即可 我想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 相互包容一点的 能携手走完 隐生最后的旅途的 长相我不限制 个头差不多 是否跟我相仿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走到了一起 我一定要和你珍惜余生 前半生没有好好体会的幸福 这次要一起补未来 至于他的条件 我不在乎什么条件 只要他有一个互相尊重的心 能走到一起 能过到白头到老就可以了 我们男嘉宾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标准 就是他尤其对 因为他之前感情受过伤 尤其对性格这块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 就是这个人一定要性格开朗 跟他要对脾气 第二个年龄上面 他好像有自己的想法 是吧 走大哥 我的要求就是找一位性格开朗一点的 性格开朗 无论大小事情都互相包容一些 后半生就是共同携手 走完旅途去 咱说就挺好了 我看那短片里边还提到说 你还可以到女方家去生活 我到哪儿生活都好 他去我那儿 我去他那儿都行 但何止买房也行 什么都行 就是咱有这个实力 这个生活只要这后半生过好了 我现在不利于什么 你演活着一杯为什么 父母也打得完了 儿子也打得完了 我的演活基本就是差不多了 可不可以理解 就是只要长得你还对演员 然后脾气主要是脾气